大雨下不停 道路上不斷有车子来来回回通过 只是这个雨越来越大 排水沟消化不了变成泳泉 短短两个小时水淹了至少50公分 因为大雨下得太急的关系 所以这整条路已经变成了汪洋一片 这个水的位置来到了一般人的小腿度的高度 而旁边的这个庙呢 旁边原本有楼梯 但是被水淹没整个看不见 水淹得太深 临近的大楼管委会用沙包和铁板 把车道出入口挡起来 就怕水直接灌进去 只是有些开车的住户们 没料到会淹水 车子进不去 只能在路口排队等水退 这样子可以吗 会不会有点太久了 今天没上班算还算还好 如果上班的话觉得很难 这里是我们的那个车道 那这样怎么办 没办法 连连淹水我们也有什么办法 水一度淹倒成人的腰部 一些垃圾和树枝全都飘上来 地上还伴随着泥沙 随时都有可能踩进泥巴坑 高雄大辽区下午三点多强降雨 整整下了两个钟头 傍晚内坑路附近的道路 出现严重淹水及积水的情形 让居民好头痛 再加上傍晚人车很多 警方也赶到积水处 拉起封锁线戒备 并疏导交通 突如其来的烟大水 把大楼唯一的车道出入口堵住 居民回不了家 只好徒步涉水通过 还好雨没再继续下 水退了 开车的居民终于能回家 好好吃个饭 TVBS新闻 庄盛雄纪元 SNG小组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